是的 沒錯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場合 我們看蔡英文現在到桃園 幾乎現在桃竹苗的身勢 正在往上走高 而同時間桃園的市長鄭文燦說 總統票會贏八萬票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立法委員會成功 事實上沒有 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有陳賴宿美 是有機會過關 那鄭運鵬有點機會 也表示說桃園六協立委 都是國民黨籍 明年民黨恐怕只有做一萬二 可是卻可以大贏八萬票 所以小英是很輕鬆的 不是輕鬆 當然很努力的在桃園跑 就國民黨竟然說一句話說 現在在拚黨主席 其他委員怎麼解讀 因為我想這個是台中的事情 您瞭解這個狀況嗎 這個事情我覺得 應該從總統大選之後 大家喜歡用一個叫做 誰是敗部冠軍 也就是誰在總統大選 如果國民黨住住節輸了之後 誰要當黨主席 要從這個架構來理解 這個新聞才有意思 我想國民黨的人 我現在不能說他們每天在想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也沒證據嘛 不過不想這個事情的人 那不叫政治人物啦 就簡單講就是說 他們會去衡量 如果住住節勝選會怎麼樣 住住節敗選會怎麼樣 那現在我相信國民黨內 算住住節勝選會怎麼樣的人 應該比較少 算國民黨敗選會怎麼樣的人 應該比較多 所以敗選之後國民黨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國民黨黨主席 所以你告訴人家說 沒有人在想這個事情 這個我不相信 但是要多認真想 其實我現在也是打一個問號 現在狀況如此之混亂 我常常講國民黨現在概念 國民黨現在狀態 就是一種坐也痛 站也痛的概念 坐也痛 站也痛的概念 那就勝不如死啦 不能講人家勝不如死 就是說他很為難 朱豬姐就大家就講 每天都在討論 要不要 會不會退 退跟不退之間都是一種 坐也痛 站也痛的概念 退 對啊 國民黨真的退 換了所謂王朱 那當然啊 剛剛觀眾Call in也講 聲勢會好 可是你不要忘 朱豬姐就算大家覺得 國民黨內覺得無望到極點 他都還有十幾二十趴的支持 那這些人呢 這些人同不同意 你在這個到已經持續到了 要進入十月了再去換柱呢 他們接不接受呢 如果把這十趴抽離 你以為提名這個朱立倫或王金平 他真的就會把住住節的數字 再加他們的數字嗎 政治不可能這樣計算 那好 那你不換住住節 現在狀態就是全黨大家瘋了 不知道怎麼辦 想幫忙 不知道怎麼弄 立委大家怕得要死 然後整天都有人 自己內部的人在唱衰他 就大概是這個事情 所以我說他這個就是 坐也痛 站也痛的概念 同樣的 那黨主席呢 如果朱豬姐失敗 黨主席計算怎麼辦 你說現在要動 現在動 你一動就說你看 這個投降主義者 失敗主義者 國民黨都還沒有那個 你們就在那邊想說 戰敗以後要怎麼辦 你說不準備 不準備 接下來國民黨誰要來 這個這個後面的這個這個局面 誰要來處理 這個也不可能 所以現在我常常講說 這個現在國民黨就好像那種 坐也痛 站也痛的概念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王金平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拉國民黨黨員路 一定會有嗎 為什麼 很簡單的道理 黃復興黨部 所有要選黨主席 王院長為什麼過去不選 就是怕黃復興黨部 或者他為什麼會選輸馬英九 很簡單嘛 誰掌握黃復興 等於就是國民黨內的主席 他已經先贏三分之二了 說是說穿就是這樣子 所以黃復興的黨員有多少 我不知道 不過問一下 剛剛幾位跟國民黨關係 比較深的 我想應該七八萬左右 應該有啦 到十萬 好啦 我們簡單講 就五 好吧 五到十萬好了 好不好 那換言之 如果你沒有足以皮底 可以跟黃復興拉平的力量 你不要 這個時候不要跟人家講 以後的黨主席嘛 所以現在所謂吳敦義也好 有可能的 吳敦義 這個這個這個 好龍斌 朱立倫 王金平等等這些人 他們當然 接下來那一場仗 你說我不準備一些人 人馬 我怎麼接下來怎麼怎麼選 所以你說零星的去拉會有啦 十萬 那中張頭要找十萬個國民黨員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中張頭現在可以 現在這個階段可以找十萬 這樣豬豬姐的民調就不會這樣子 我看這個時候國民黨氣勢應該大好 沒那麼簡單啦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零星的 人就是要找陸黨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的 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意思 第一個十萬我認為數字膨脹 黃新衛議員 黃議員自己也說膨脹 第一個我覺得膨脹 第二個有沒有可能在零星拉 有嘛 因為多少你大家做一些準備嘛 但是第三個才重要 誰跟誰合 我覺得現在談言之過早 就假設這個新聞的報導是說 吳敦義的彰化跟南投的朋友 努力在找黨員 找黨的目的是為了要支持王金平 這個我其實打一個大問號啦 誰跟誰合 到底朱立倫 郝龍斌 這個王金平 吳敦義之間 未來要怎麼去合中連橫 現在恐怕言之過早 但是我覺得這些所謂國民黨在選後 可能會要承擔這個國民黨中心的 這幾個大咖的之間 我相信這種串聯 會談 甚至找地方的樁腳 去做適度的準備 我認為這個一定存在 這個一定存在 當然我不知道國民黨有沒有這個 黨員的這種所謂的這個 入黨年資嘛 這樣民進黨就有啊 你要投票的話 你有黨員要行使投票選擇 你要入黨一年嘛 所以真的 如果要拚這種所謂黨職的選舉 他都會在一年前 就一定要先準備好 超過一年就不用準備了 因為你沒有資格嘛 所以這個還要看國民黨 他們內規怎麼去規範這個 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 現在的國民黨很難 現在的這個局面很難去看出什麼 但是我覺得內部大家會去想到選後的黨主席 然後做適度的準備 我認為這個一定可能是存在的 做適度的準備嗎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只是為了是我加進去的 原文的標題是找回跳船欄尾 王金明不分區立委可望解套 那我加了一個只是為了 就是說只是為了不分區立委解套嗎 國民黨再怎麼選 有人說只是要二十七席 了不起四十席絕對不過半 加親民黨能不能過半都不知道 所以他去肯定是一個陽春立委 可是他最近動作很大 他還說如果張家俊不出馬 他弟弟也可以 然後鄭主芬也來了 所以看起來這些本土派陸續回來 我要問建南老大 現在怎麼樣 是因為宋楚瑜的身世往下掉 王金明開始找這些兄弟們回來 還是王金明也是這個機會有所圖啊 一個其實真正我可以斷定 彰化以南親民黨的地方組織力量 可能比國民黨組織力量要強 如果王金明不插手的話 我可以講這句話 既然就跟王金明 他的下面的人都不願意動 所以我們是在 這樣給親民黨支持很大的鼓勵 而且我們今天說台中以南 如果王金明不插手的話 影響力比國民黨還大 親民黨影響力會比國民黨大 就是說就是說這個選總統方面 因為我一直在中南部了 但是呢 現在也都在 剛剛奇商講說 國民黨是坐也痛是站也痛 我們現在是看著 國民黨是坐也坐不住 站也站不住 那更慘 這個住是宏秋豬那個住 OK 坐的也不支持住 站的也不支持住 所以叫坐也坐不住 站也站不住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也會注意到 會不會換住 那換住如果換 我們也知道換王是不太可能 因為馬英九絕對不會給王了 不會給王選總統 但是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要換王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有些要支持宋的人 這個時候對不對 絕對絕對有很多會過去嘛 會把我們拉拉拉拉 拉掉一些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是 我們也不是很樂意 很樂意見到紅酒豬被換 那當然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時候從另外一個 也不忍心看到南營 這個氣勢這麼低 好像都已經那個 都已經那個 給人家感覺說完全不那個了 所以你但是鄭如芬 我們講一老實話 這些人講 鄭如芬是當選率最高的 鄭如芬當選 你們親民黨那個就完蛋了 他們講什麼 這個東西有時候可以分割投票的 可以總統投個人 立委投個人嘛 而且我們總部也有一些 也已經 他們也有一些地方 也是有在這麼做了 只是現在還早嘛 不必那麼公開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 這個月是 所以我們這個月 你外面看起來形象差一點 因為我們在搞組織嘛 你不能沒有組織站的 你沒有組織站 那個文憲站是空氣啊 隨時吹什麼風不一定啊 那你組織一定要先問問好嘛 所以我們前面是在這個報紙 不過兩黨的報紙都是籌劃我們嘛 都籌劃我們 就是說我們又跟黑金派系來一起嘛 但是那個你必須要做 必須要組織站 但是我們從下個月開始 我們可能就是文憲站 下個月開始文憲站嗎 我們現在是陸軍 陸軍先穩住 等會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最新的宋楚瑜消息 我再請教一下 艷南老大 黃老師 這個問題恐怕就大 因為剛才艷南老大講一句話 這個消息是新新聞 新新聞今天我想 大概是大家從昨天討論到現在 因為出了一個新的民調 這個民調的表態率 竟然高達百分之八十 這裡面最關鍵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 之前我們都認為 在國民黨裡面 最能夠跟蔡英文打的是王金平 但這個民調很詭異的是 王金平卻落到第二名 而朱立倫就高達33比43 只差百分之十 我們知道百分之十 你就可以放手一搏嘛 比較特別的事情是呢 彭淮南也放進去了 可是最誇張的事情是 吳敦義有那麼慘嗎 慘到只剩下12比55 有這種數據發生嗎 所以這個民調很明顯的事情 是在幹嘛 等我要請教黃老師 這裡面隱含的事情是什麼 另外一部分 在細看部分 細範裡面這裡面更多玄機 他就講王 王直邊在南部 這個王在北北基 就是國民黨的大票倉 輸百分之十 然後王號稱 可以跟蔡英文競爭本土票 但中部以南的支持率 也明顯看到的王是輸給蔡英文很多 但沒有說多少 但是講到朱很樂觀 陶朱苗對不起 大贏24% 這在玩哪一招 那王老師 現在國民黨確實 整隊要讓洪秀柱 柱你可以下去了 朱立倫上 這樣子嗎 國民黨否認這個民調 因為如果是國民黨做這個民調 那真的是太可笑了 因為表示國民黨不挺柱 如果做這個民調 幹嘛還把王金平什麼 朱立倫放上去 因為國民黨現在就是支持洪秀柱 所以國民黨否認這個民調 但為什麼會有這個民調 可能空穴不來風 應該有人想說 洪秀柱這樣選下去 基本上對國民黨選情不利 我說自己選不上就算了 國民黨立委事實上 你去 很多很多很多人是不敢在台面上講 其實那立委很多人都抱怨要命 說洪秀柱選舉 他們真的不知道怎麼選 他們自己很難很難拉抬選情 所以一定有人 不是有宣傳說十個立委 要連署叫國民黨換租 不然他退選嗎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是國民黨的立委 感受到他的選情提拉不上來 你看你想想看 那個週刊還報導 那個賴士堡領軍 賴士堡 文山區是國民黨全選舉裡面最穩的地方 每次選舉國民黨都六成七成 還有新一區 這兩區 結果現在賴士堡都會緊張 你可以想像到他們選情受到多大影響 也就是說我很早就講過 我說你知道嗎 這場選舉 你在媒體曝光絕對是總統候選人 立法委員候選人怎麼可能上台面 不可能嘛 所以你的總統候選人如果聲勢上揚 對立委選情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的總統候選人聲勢是下降的 你看洪秀柱從7月19號到現在 他的民調一直在下降當中 那個下降對國民黨整個立委的選情 也是不好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立委會召集 所以我說空穴不來風 這個民調國民黨中央當然反對 國民黨中央不可能承認 承認就完蛋了 承認不就等於當面撕破臉嗎 那可是我覺得一定有人在想說 再這樣下去 連國民黨立委都會被拖垮 所以我認為這背後的玄機都如此 所以為什麼這麼幾個月來 都在談住要不要換 所有的關鍵就是因為住自己的民調 拉不上來 如果他民調慢慢拉上來 當然這個事情就不見了 但是這個民調最新的消息是 謝榮介是有承認的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跟謝榮介連線 還有那位台中的議員 如果你現在你的助理 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我也真的歡迎 我們今天嘗試要跟你聯絡 可能你在忙 我歡迎來澄清 真的台中準備要簽署 王金明作為下任黨主席嗎 真的有這回事嗎 你的說法是說是有的 那到底有沒有 應該可以接我們電話吧 其實我們正在嘗試跟你聯絡 可是翟神 剛才黃老師講完之後 我真的又感到非常好奇 難道這又是他的招數嗎 因為我們現在不太敢講 他的名字 因為他是蠻愛告人的 他說這個是讓國民黨逆轉勝的變數 是中間選民的自救 那中間選民自救指的是 是指朱立仁來自救嗎 因為他提了幾個理由 包括什麼 這個洪秀柱找出新的策略 看起來 我們看這支房地產政策 我們就快昏倒了 還有國清整合成功 現在我來到搖頭 對 還有藍營 這個不再鬥爭 我看失修委員搖頭了 還有這個真心的選普選 那我看紀國論委員也搖頭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劉文雄就酸了 變數 我聽成變數了 你怎麼解讀 現在這樣的一個文宣 剛才台南的那位國民黨 非常資深的已經說了 這個是真的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已經是直接 紅刀子進白刀出 叫紅樹樹 知難而退 紅刀子進 紅刀子不出 那這怎麼辦呢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死局 我從上個月開始講 到現在還是一樣 國民黨死局 他整個運轉模式已經被卡住 那中間所有你能夠鬆動 所有有合理下台階的方式 都已經閉鎖了 這個沒有別的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就是一路選到明年 然後大家看最後 是不是王金平來當黨主席 那紅袖柱 如果還要跟王金平爭黨主席的話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金普通其實分析的算是中肯 問題是那個分析都不會發生 就那所有的東西 來 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是國清什麼 國清找到制敵新策略 沒有新策略 來不及 也變不出來 國清整合成功 也不可能 一個前提金馬離開 那不可能 來 就他離開 金馬幾次離開 來 藍營這個要角不再鬥爭 這也不可能 他們就是為了鬥爭而生 那最後就是真心輔選 那也沒有 既然要鬥爭 怎麼可能輔選 對不對 都要鬥爭了 對啊 這兩個互相衝突 我覺得其實金普通 是確實這個東西 如果倒退回一年前 然後所有人就知道說 你一年之後會陷入這種 窮扣墨追的一個處境的話 那也許大家在那個時候 可以考慮團結一下 但你事已至此 是真的沒有救 大羅神仙也沒有救 你也不要幻想金普通 現在回來 能夠安排出什麼絕妙計策 沒有了 所有的商品 就算沒有登記 都已經放在桌上 那這商品都確定 你以為還有機會 消費者都已經在看 標價一直在下滑 所以低於製造成本 你測回去消費者會覺得你是一個好黨 你現在不測回去 你未來還至少算是一個 遵守承諾的國民黨 你現在測回去 又沒有支持度 又被大家討厭 鐵橄欖又不支持你的時候 那完全是死局 再也沒有比那更爛的做法 詹森你剛才用的是商品 這個商品叫做紅袖柱 他現在的價格 已經開始掉到只有12塊 國民黨一般的製造成本是30塊 他現在價格已經變12塊 而且他周圍的所謂的 就是製造的廠商 因為他價格不斷的下跌 這些製造廠商也在跑掉了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 這個商品 他有存在價值嗎 我都會請教你 但是我剛剛看國頓委員 一直在偷笑 我很好奇國頓委員在笑什麼 先進口廣告 金箱廣告 謝謝小燈 這個名品 但是很多人 我們到處走 可以賺到 你們一起坐 小燈